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组织的重要成分之一 那如果一个人缺乏蛋白质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? 蛋白质有氨基酸组成是构成身体细胞的基本物质 我们的身体需要蛋白质来组建肌肉、骨骼、软骨、头发、皮肤还有指甲等 蛋白质除了为身体的成长、发育、维持还有修复组织 它也是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 体内缺乏蛋白质时身体会出现体重下降、肌肉松弛、免疫力下降、精神不整还有失眠等症状 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需要用更多的能量去消化蛋白质 时间也会比较长能够增加保护感、控制食欲 从而能够更好地帮助增肌减脂、塑造健康体型 全新的Friendly Protein Plus是由奶粉及大豆配置而成 包括乳清蛋白、烙蛋白和大豆蛋白 每杯Friendly Protein Plus含有10克的蛋白质、高钙质及维他命B2 为全家人补充营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